诺富特饭店群聚感染让国内防疫出现大破口 指挥中心政策被质疑慢半拍 传出23号航空圈已经传出感染源在诺富特饭店 但指挥中心却对外宣称防疫作业没问题 到了28号有员工确诊后隔天才轻工饭店 足足持了5天之久 防疫旅馆内部疑似没做好分舱分流 二馆专收检疫课传出房间不够 跑道给一班客的一馆去住 时间还长达半年 饭店内部还是同一组人员打扫 才会陷入群聚风险 专家痛批根本是不逃翻版 当初也是因为人手不足 只有一名医师值班没有实质进行分舱分流 这回又重蹈覆辙 让台湾深陷风险当中 觉得这件事情是比不逃严重太多了 就是政策错误 事后发生了 那大家做评论 那评论可以 那也不能讲错误 被重炮批评 但诺富特究竟谁在管理 指挥中心不但答非所问 还甩货给地方政府 要对方总体检时注意防疫旅馆动线 似乎暗指地方有监督之责 市府却认为 机师管理应该由民航局负责 但民航局说 只负责管理机师防疫 饭店内部地方政府 才是实际的管理者 全责范围分不清 到出事之后才互踢皮球 华航怎么样调派机师 怎么出去回来 是有疫情指挥中心 统一管理 华航技师以及诺富特群聚 已经累积24人染疫 但指挥中心依旧认为 不是谁的错 有疏失检讨就改进 但意识大意 造成国门失守 让全民身陷危机 这个责任 陈时中恐怕 难辞其咎 记者 最后报道 请不уе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